大家好,我是三斤 今天的话恰好天气不错 我说拿我的黑王出来溜一下 然后想到了一个点,刚好可以拍个视频 跟大伙炫耀一下 我没有炫耀的意思啊,真的 黑王的话,他这么一看可能 没什么太大的亮点,他就是一条纯黑的蛇 但是你翻过来的话 你看他的肚皮 是真的很舒服,而且是真的 特别的FASHION 就是霸气 他这个肚皮的话,他是有一种反光的 可以走那个效果 黑王的肚皮的话,在太阳光底下 更加绚烂 更加绚烂一点,就是会有那种霓虹的那种效果 就是大致就是 鸡油到我知道吧,鸡油到水上 然后的话会有那种 原因都是反光 我这条蛇也会 不过今天没有太阳可能就是 没有那种效果 我这条蛇还算温顺了,别的蛇不要那么做啊 万一 哇唧一声咬你一口,那就麻烦了 虽然说无独蛇,但是鸟召的话也是会冲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个黑王也是分平线的 比如说他底部的话 他并不是全黑的 有很多黑王蛇不是全黑的 那么分黑王的话 他身体上会有不均匀的那种白色点点 就类似于 CSGO的我知道吧 CSGO那个脆斧匕手 脆火刀 那脆火是一个性质 平线越好,越黑的黑王的话越贵 比线越差,就是那个白点越多的黑王的话越便宜 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黑王身上的白点的话 是可以通过褪皮以及年龄增长 从而实现一个 达到一个消除的效果的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 好像那几个白点还是没有消除 所以这个玄学观点的话 我可能是不太认同 可能是我养的少吧 黑王的话我毕竟只养了一条 只养了一条成体 我这条蛇褪皮了好多次了 我没有计算 不过我对我这条蛇品相的话 还是相当满意的 好了,把它放回去吧 另外说一声啊 我创了一个那个爬山的交流群 如果大夫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来玩一下 没想知道信息的话都在里头 对了,再强调一遍 这个蛇的话 不是每条蛇都能这样玩的 很危险的 大夫注意一下 好吧 注意一下